我們這次來教會的靈異報道會 感謝指揮師的詩恩帶領我們內律教會這次的靈異報道會 我們正四人早起 我們這個報道家人處差不多五十位 前次完呢我們目道人朋友的人數加起來大約五十位 五十人次 這是表現說我們今天有在做工有在綽合的兵力 表示我們弟兄姊妹有在做工有在帶領目道朋友 我們最開心也就是說 帶你五位聽你的信心帥 讓我們讓一位神教會的來年教學團體 那我們最高興的是 昨天有五位新壽及的弟兄姐妹加入我們命令教會的團隊 首先天上的人生 全世界歡喜 天上的真神非常地翻滑 天上的天 lamp也在唱歌 天上的天使也在唱歌 我們為了新壽期的這五位 我們先來舉行這個四世塔利 我們先來舉行洗腳禮 來看一段聖經 來看一段聖經 約翰福音十三章 約翰福音十三章 147人 147頁 約翰福音十三章 約翰福音十三章 我們為第一節來討論 這個十節 我們從第一節讀到二十節 我們大家都用國語好了 一堆聖 一月節以前 耶穌知道自己遺世恢復的時候到了 當既然愛是堅守自己的人 就待他們到底 司法拜的時候 魔鬼將賣耶穌的遺世 放在西門的兒子 加悅人由大西 耶穌知道 不宜將萬有交在祂手裡 解釋到自己是從神出來的 又要回到神海去 就一席站起來 拖來本徒拿一條毛巾樹腰 水或把水倒在盆底 就洗門庭的腳 並用自己手術的手巾擦乾 拍到西門彼得 彼得對他說 主啊 主啊 你洗我的腳嗎 耶穌回答說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 後來必明白 彼得說 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耶穌說 我若不洗你 你就比我無分了 西門彼得說 主啊 不讓我的腳 給手換頭也要洗 耶穌說 完洗不過早的人 只要把腳洗 全身就乾淨了 你們是乾淨的 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耶穌本來知道要賣他們是誰 所以說 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耶穌洗完他們的腳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對他們說 我像你們所做的 你們明白嗎 你們生活無職 生活主 你們說的不錯 我本來是 我是你的主 你們的夫子 上節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答應彼此的洗腳 我給你們做了榜樣 讓你們照著 我向你們所做的舉坐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我們不能大於主人 猜人也不能大於猜他的人 你們既查到這次 若是虛情就有服了他們 我們既然說 教會有三種的兄弟 我們真書教會有三種勝利 為神的假作 我們已經教會的兄弟 為什麼成為我們真教會的兄弟 有三種必要的條件 三個必要條件 第一個條件 就是主耶穌親主喜歡 就是主耶穌親自的示範 而且寫在聖經 而且寫在聖經 我們三個聖經都有 我們參考聖經都有 第二點 第二點 主耶穌萬富 我們都要去遵徵 主耶穌分佈我們都要去遵行 第三個要件 第三個要件 就是跟敵經進天國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得救進天國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說洗 就是要洗到我們所有的罪 我們說洗禮要洗盡我們所有的罪 我們才有祖經去天國 我們才有資格進去天國 聖參禮 聖參禮 要領受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要領受主耶穌基督的生命 讓我們管這奉活在練生 讓我們末日復活得永生 這洗腳禮 洗腳禮 這壹壹在五聲要很清楚 第八節寫得很清楚 耶穌這樣說 耶穌這樣說 我如果不洗妳 妳就跟我無分了 我如果不洗妳 妳就有於我無分了 信耶穌要做什麼 信耶穌要做什麼 跟耶穌有分啊 就是要與耶穌有分 跟耶穌的救恩有分 跟耶穌的愛有分 跟耶穌的神經有分 跟耶穌的聖結有分 跟耶穌的天國有分 跟耶穌的天國有分 跟耶穌的音識有分 跟耶穌的永生有分 那就 跟耶穌的恩愛有分 也就是與耶穌的榮耀有分 跟耶穌的福氣有分 耶穌的福氣有分 這就是要信耶穌的目的 這就是我們信耶穌的目的 所以我們正 collect my stewardship 當我們看見聖經的時候 所以我們剛才不到聖經的時候 這十二耶穌都用甘尼記最大就是筆電 十二個使徒年紀最長是彼得 他最懂事他最懂事了 阿蘇的 阿蘇啊 你是我的救主 我的仙心 三世音的腳 不怪給你洗啦 師父你是我的舊子 我的先生 怎麼可以洗我的腳呢 我不讓你洗 阿蘇怎麼說 耶穌如何說 我若不洗你 你就讓我無份了 我若不行你 你就與我無份了 阿蘇的歸就是真理 耶穌的話就是真理 神的話 具帶著能力 所以阿蘇說這句話 耶穌講這句話 就是真做我們真教會的典禮 就成為我們真教會的典禮 這重要的聖禮 而且是重要的聖禮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跟主耶穌有分 因為我們要與主耶穌有分 主耶穌也親自為門徒洗腳 我也說 也分布說 我怎麼做啊 做的典禮 我怎樣做的榜樣 你也要照樣去做 你們也要照樣去做 所以讓我們了解 所以讓我們了解 這個聖禮有那個奧秘 聖禮有奧秘 聖禮是要與主有分 聖禮是要與主有分 無處猶太人有在一起洗腳 不錯 猶太人也有幫人洗腳 我們父母可以跟孩子洗腳 當然 父母可以為小孩洗腳 公民可以跟主人洗腳 服人可以為主人洗腳 主人也可以跟客人洗腳 主人也可以為客人洗腳 但是這裡不一樣耶 但是這裡不一樣 耶穌是我們祖的老師 耶穌是門徒的老師 耶穌是祖的救主 是十二位使徒的舊主 大得來服侍小朋友 這不是服侍啦 這個不是風俗 再來我們看彼得的態度 再來我們看彼得的態度 他本來是說我會讓耶穌洗腳 他本來不願意讓耶穌洗腳 耶穌就說 我如果不洗你的腳 你就說我無分喔 耶穌說我如果不洗腳 你就又無分了 我怕一下 他害怕了 我本來我的腳 不當我的腳 但我會笑到頭也加洗洗 讓我給你沾腳的 連我的手看頭也幫我洗一洗 所以我以這個彼得的翻譯 從彼得的翻譯 我也知道這絕對不是猶太人的洗腳 我們知道 這絕對不是猶太人的洗腳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在洗腳裏 讓我們跟主耶穌的救恩有分 洗腳裏主要就是 讓我們跟主耶穌的救恩有分 現在我們來講 這個洗腳裏有什麼教訓 再來我們講 洗腳裏有哪些教訓 在這個第一節裡面 從第一節裡面 這裡有記載說 亞蘇愛世間修 大家 這裡有說 耶穌愛世間屬自己的道理 愛因道德 愛他們的道理 世間誰人像亞蘇 世間上誰屬耶穌 就是相信亞蘇的 就是相信耶穌 就是接受亞蘇 佛威 世間氣才 就是接受主耶穌 寶寶寶寫洗淨的這些人 就是我們這些真教會的信仰 就是我們真教會的信仰 就是我們真教會的信仰 所以亞蘇的愛 所以耶穌的愛 是一種完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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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的愛 因為祂要真教我們到底 因為祂要拯救我們到底 因為祂要拯救我們到底 怕你救我們 今天救我們 明天救我們 天安救我們 永遠救我們 祂救我們的肉體 祂救我們的肉體 讓我們打鼻可以在平安 讓我們生病可以得到 要救我們的靈魂 要救我們的靈魂 要帶我們進去天國 所以這個世代愛到天國去 從這個世界愛到天國去 怕你的愛到永遠 從今日愛到永遠 所以假裝這個愛 所以耶穌的愛 是愛我們的身體 是愛我們的身體 是愛我們的靈魂 又愛我們的靈魂 又是天安的愛 又是永遠的愛 所以這個愛是完全的 所以這個愛是完全的 而且是無條件 而且是無條件的 當我們還軟弱當罪人的時候 當我們還軟弱當罪人的時候 我們還不認識耶穌 甚至厭去耶穌的時尊 我們還不認識耶穌 甚至厭棄耶穌的時候 那耶穌早就已經為我們定死 耶穌早已為我們定死的 耶穌這個愛是完全的愛 所以耶穌這個愛是完全的愛 無條件的愛 是無條件的愛 無為不治愛 是無為不治愛 無為不治的愛 什麼叫做無為不治愛 什麼叫做無為不治的愛 無論我們遇到任何困難 無論我們遇到任何困難 而是我們說 啊這個事是修飾的 有時候我們認為這是小事情 但你給你向主秩座主嘛 給你擔心一下 可是你向主祷告 祷告也 主也為你解決這個問題 無差一一點 無一度的腳也把他洗一樣 就好像連門乳的腳都為他們洗一樣 所以這洗腳在頭上也沒告訴我 所以祈教你第一教訓 叫我們來學習完全的愛心 要我们要学习完全的爱心 我们的人只是爱我们的人,还是我们所爱 大部分我们只是爱我们爱的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人 别人好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别人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主耶稣所爱的 但主耶稣所爱的 是听他话所有的人 爱是完全的 爱是完全的 所以让我们爱爱周围的人 所以要我们爱我们周围的人 不爱我们的人,我们也要爱他 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也要爱他 不认识的人,我们也要爱他 主要帮助的人,我们都要爱他 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要爱他 所以主耶稣也说 所以主耶稣也说 我试给你们一个心灵灵 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们要怎样爱别人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这人应该认识 你们是我的温度 这种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因为我们要听别人 各人听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爱人 个人爱的所爱的不一样 你做的跟我做的也不一样 你做的跟我做的也不一定一样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耶稣说 如果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第二点 第二点 洗脚泪 叫我们追求完全的圣洁 洗脚泪 要我们追求完全的圣洁 要我们追求完全的圣洁 耶稣为门徒洗脚 洗了一个洗 一个一个洗 洗了后 洗完之后 再用所塑的手筋 来洗脚泪 就用所塑的手筋 将它擦干 那说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 洗脚泪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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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 襟泪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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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 最要緊的我們要有一個追求聖節的心 西伯來出第二章第一章就跟我們講 西伯來出二章一節告訴我們 說你們要越來越看重神的道理 你們要越加看重神的道理 絕對不可以隨著潮流來識去我們的道理 絕對不可以隨著潮流失去了我們的道理 那是你跟我們講什麼 這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世的感是越來越黑暗 世間是越來越黑暗 道理越來越對我們這麼強勁 道理對我們越發的重要 我們如果拋棄了道理 就要隨著世間的條例 就要隨著世上的潮流 做很多得罪神的事 即失去了我們屬靈的生命 甚至失去了我們屬靈的生命 這樣就無差我們的信主也說 將就枉費我們來信主的事 所以我們一定要追求完全的心 所以一定要追求完全的心 因為無信的人不可以見主 因為不世界的人不能見主 我們今天活在世上 我們今天活在世上 不是說生日後 我們就離開世間 不是說洗完禮 我們就離開世界 我們的腳還要打在地面上 我們的腳還站在地面上 我們還活在這個世代 我們的周圍要夠吃多無信主的人 我們周圍還有很多沒有信主的人 他們以為不要緊 在我們道理上來看是無道理 我們從道理上來看是不道德 所以我們就要塞地人去做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跟從他們去做 所以今年的世絕 你的衫才給你講 真言四章二十三節告訴我 說你們就要保守你的心 你要保守你們的心 要過保守一切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身的功效 一身的果效 都是由心來發出來 都是從心裡發出的 所以這個聖教禮 叫我們要追求完全的聖結 所以席教禮要我們追求完全的聖結 要做一個分別為聖的人 做一個分別為聖的人 第三點的教訓 本來學是勤筆的學生 要我們學習謙卑的服飾 耶穌是救主 耶穌是門徒的老師 耶穌是門徒的老師 他竟然藏了他的外衫 他竟然脫下他的外衣 將他兒子的身份拿掉 將他兒子的身份拿掉 用手筋來索優 用手筋束腰 做這個福音的打扮 做苦人的打扮 我把門徒一個一個洗腳 就為門徒一個一個的洗腳 一定要用教主洗腳管 我幫你洗腳 一定要用低姿態 才有辦法為人洗腳 因為腳 你的腳在下面 這是你在說什麼 這是在告訴我們什麼 都嚇到你這個世界 今天這個世界 我們所看見的 是水學生大 是小的不是大的 你是部署 你是部署 你來學生的主管 你服飾主管 你是博人 你是僕人 你來學生你的主人 就服飾你的主人 都是水學生大 都是小的不是大的 但是在教會裡面 但是在教會 是神的家庭 神的家庭 我們要替他精神 我們有一體的精神 人道是大 要來服飾生 反而是大的來服飾 像是亞蘇 跟我們道士比較大 就像耶穌為門徒洗腳 所以我們大教會來 團徒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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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都要服飾信仗 所以在教會裡面 長職傳道負責人 都要服飾信仗 信仗就要服飾無道者 信仗要服飾目道者 老信仗就應該服飾初信仗 老信仗要服飾初信仗 不道理的就要來服飾 比較不道理的 懂道理的要來服飾 比較不懂道理的 他有信心愛心的要來服飾 他沒有信心愛心的 比較有信心愛心的要來服飾 那些比較沒有信心愛心的 這就是教會服飾的精神 這就是教會服飾的精神 亞蘇竊彼服飾的表現 也是耶穌謙卑服飾的表現 我們流入美好的這個榜樣 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 所以聖經裡面說 所以聖經裡面說 我們要按照所得的恩賜 我們要按照所得的恩賜 做成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做成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我們要彼此服飾 互相款待 不發怨言 因為主耶穌來的時候 他這樣說 因為主耶穌來的時候這麼說 說人子來不是要讓人服飾 說人子來不是要接受別人的服飾 而是要服飾人 而是要服飾人 甚至服飾到為人來死 甚至服飾到為人而死 要做萬人的俗儀 要做萬人的俗儀 要做萬人的俗償 所以我們今天在教會裡面 所以今天我們在教會裡 我們就是彼此來服飾 我們要彼此來服飾 我們要學習這個 要學習謙卑服飾的態度 這就是第二三的教訓 這是第三個教訓 月四的教訓 第四個教訓 叫我們追求萬全的勞術 叫我們追求完全的勞術 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裡面有誰 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有寫 說十二的俗道中間 從十二的俗道當中 這家就有人優待 是他獵人猶大 他有在出賣耶穌 他想要出賣耶穌 說起來是非常的忘恩負義 這起來是非常的忘恩負義 實在是說起來 我特地萬佣的一人 實在是一個不值得原諒的人 那因為三年來 因為三年來 主耶穌將這些運動的費用 給他管理 主耶穌將門戶的費用 都給他管理 想不到優待會偷取錢去援 想不到猶大會偷錢去用 所以人若是用錢用管事 所以人如果用錢用習管 五錢人若要用 就在頭上去唱 沒有錢可用的時候 就要去偷取錢 那優待就差不多就是這樣 優待差不多也是這樣 竟然要將雅蘇出賣 借師長跟長老 竟然要將耶穌 出賣給祭師長跟長老 看他 賺了這三十塊錢 好像他賺了三十八錢 三十塊錢 三十塊錢 就是這個努力的價格 就是一個人奴隸的價格 為了這一點點錢 要將他的老師救主出賣 這種人實在無奈定萬用 這樣的人實在不值得原諒 但是主要說也萬用你 但是主耶穌也原諒了他 扯到洗腳 藉著洗腳 我把你的腳 給你洗清清清氣氣 又把你擦乾 我把你的腳洗得乾乾淨淨 又把你擦乾 雖然你有要賣我的心 雖然你有要賣我的心 但是我也要萬全萬用你 但是我也要完全的原諒你 但是講說我的公語 他的心沒變 這是耶穌他原諒心的不變 發見 發見 他沒有悔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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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是這樣 雅蘇要不是要萬用你 想辦法要翻回他 竟然是這樣 耶穌還要想盡辦法 來往回他原諒他 所以我們看這十三經的時尊 所以我們看十三章的時候 到這十八節 到了十八節 雅蘇用歸來拿筋 你是不是用話來提醒他 給我吃飯的人用腳在踢我 跟我吃飯的人用腳來踢我 這就是你教我 但是他才說 你啦 你叫人要踢我 這個就是告訴優大 說你竟然要踢我 看他悔改 看他要不要悔改 他又不悔改 他又不悔改 二十一十雅蘇要說 二十一節耶穌又出外 我實實在跟你說 我實實在告訴你們 你剛才有一個人要賠我 你們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第二拜我要提醒 第二次你提醒他 他又失勿 是是 這樣不悔改 他又不願意悔改 第三次耶穌又說 第三次耶穌又說 二十六節寫的 我問一頂餅給誰人 我沾一點餅給誰 這個人就是要賠我 那個就是要出賣我的人 我問一頂餅給優大 耶穌沾了一點餅給優大 優大就是要賠我 那優大一樣賠我 所以耶穌也所說 所以主耶穌說 你要做就去做啦 你要做著你去做吧 你要賠我 你去出賣我好了 你要賣我 你去出賣我好了 所以有些人說 哎呀 哎呀 那推行得 剛已經這個優大 你去出賣我啦 有人就說 神已經預定 優大要出賣他了 所以耶穌要賠優大 好像耶穌要賠優大 賠優大 沒有這回事 他就這三次來給他提醒 因為這裡三次的來提醒他 但是主耶穌這樣做 但是主耶穌這樣做 老老的說他就是說 我們要教授我們的收益 留給我們的榜樣就是 我們要饒恕我們的頭 我們要挽用我們的對頭就對了 我們要原諒我們的死對頭 為什麼 因為主耶穌挽用了爛 因為主耶穌原諒了我們 我們來過去無論專用 我們過去無論怎樣 我們要驚你來信主主耶穌都揭曉 我們今日來信主主耶穌都揭曉 所以我們要有饒恕人的心 所以我們要有饒恕人的心 在馬太福德勒教主耶穌有說 在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穌有說 你們在人的面前饒恕人 你們在別人的面前饒恕別人 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要饒恕你 我在天父的面前也要饒恕你 你們也不饒恕人 你們若不饒恕別人 你們在天父面前也不饒恕人 我在天父面前也不饒恕人 這讓我們想到有一天我們會在審判台前 你的靈修我九十八分 你的靈修呢九十八分 一百分才能進天國 一百分才能進天國 差五分而已 差兩分而已 主耶穌還不可以加分耶 主耶穌可以幫我加分嗎 可以啊 可以 你一世間你有萬用人嗎 你在世上你有原諒人嗎 有喔 我給你加兩分 加兩分 我可以進天國了 你可以進天國了 你若不原諒人 你若不原諒人 啊 就不幫你加兩分 九十八分就無 我們沒有資格進天國 所以這勞恕人就很了不起 對 勞恕人是很重要的 齁 啊 所以就當時我們想起來齁 有時候我們想起來 喔 我們要安裝來自身的恩典 我們如何來得神的恩典 你的萬用人 你會原諒人 是因為你有憐憫的愛心 是因為你有憐憫的愛心 主也在憐憐 主也憐憐憐憐 你也會失恩典給我們 也會失恩典給我們 這個嘴子和嘴唇都軟軟 這個 舌頭跟嘴唇都軟軟 對對對 嘴氣是頂空空 你牙齒是硬邦邦 有的太太這樣說 有些太太這樣說 喔齁 我心裡被我欺負得很痛 先生呢欺負我非常的 很厲害 害我哭泥 害我哭枕夜 但是喔 他都吹去頂空空 他都不感覺了 但是 牙齒一方 他都沒有感覺 齁齁齁齁 你很敏感的 他都不感覺 你非常的敏感 他都沒有感覺 現在我們就想過 他說 這個動機是什麽 我們想想看 這個動機是什麽 那東西太好吃了 就東西太好吃了 所以吹去 喔齁 咳很快 吹去 吹去吹去 吹去吹去吹去 所以有時候吃太快 咬到嘴唇 但是他們一定要合作 你知道嗎 但是他們一定要合作 他們如果說不合作 以後如果不合作 吹去也會掉 牙齒也會掉 吹豚跟嘴唇也會掉 蛇頭跟嘴唇也會爛掉 所以一定要繼續合作 所以一定要繼續合作 吸收營養 吸收營養 吹去就吹去 吹去 這都是正常的 這些很健康 牙齒舌頭跟嘴唇才會非常健康 所以我們在家庭裡面 所以我們在家庭裡面 在教會裡面 甚至在機關裡面 我們都要想想看 我們都要想想看 那個人對我們不好 那個人對我們不好 他是不是故意的人 他如果是不小心 或是他的個性就這樣 或是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他能夠原諒我們就盡量原諒他 所以這個約翰一書三週 十五十個講 約翰一書三章十五節有說 說憤人的就是太人 說恨人的就是殺人的 有的人說憤人的就是憤心來而已 有人說恨人就憤在心裡而已 怎麼有太人 怎麼有殺人 我十條改靈 我這第六條改靈都不能在太人 十屆裡面的第六屆說不可殺人 恨人又沒有殺人 怎麼說是殺人 恨人又沒有殺人 怎麼說是殺人 因為你的心在殺人 因為你的心在殺人 什麼叫心殺人 什麼叫心殺人 那就不讓你一句話最傳神 中國人有一句話最傳神的 我和你不共戴天之仇 我和你不共戴天之仇 我無願意跟你在同一個天下 我和你一句話 我不願意跟你在同一個天的底下活著 最好你死我活 最好的是你死我活 這個叫做混 這個就叫做恨 最好你死我活 不要看到你最好 所以你死我活 不要看到你最好 心裡在殺人 就是心裡在殺人 難怪聖經說你這個犯罪 是殺人的概念 難怪聖經說你犯了殺人的戒指 所以我們不可以混 所以我們不可以碰人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亂用 但是有時候我們稍微軟弱 我們說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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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以前的事 當時你似乎我非常的嚴重 你會說出來就吐了一句 我們講出來就叹一口氣 這是發怨言 這個就是發怨言 發怨言是人的軟弱 發怨言是人的軟弱 這不是恨人 這個不是恨人 那如果說你最後死死的那就是恨人 如果說你最好去死 那個就是恨人 所以發怨言 這是我們靈修要不夠好 發怨言的是我們靈修還不夠好 無法講這樣 太完喉還是太欺負的事情 比較危機地吞下去 無法像那些受到委屈、冤屈的事情 忘記了 所以彼得問問耶穌 彼得曾經問耶穌 說我謠書人七百個菜 所以我謠書人七次可以嗎 耶穌說不是七百是七十個七百 耶穌說不是七次是七十個七次 哇!七七四十九百 七七四十九次 哪個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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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七四百九十八 誰有這麼有時間 七五四百九十次 意思是你就是要完全的謠書你 意思就是要完全的謠書他 所以我們看著主耶穌 都可以謠書優待 所以我們看到主耶穌能夠饒恕猶大 三百個提醒 三次的提醒他 我們就要謠書也說 我們就要學習 你謠書人心也謠書你 因為你 勞恕別人 你神也勞恕 我二十十個 我們再看二十節 用盤子一作三節二十節 你看福音十三章二十節 我們就講一堂 你用福音 我實實在在的 告訴你 有人接待我所猜拳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他猜拳我的 這樣主耶穌已經生氣了對不對 子耶穌已經升天了 你現在要叫主耶穌 來這裡幫你洗腳 不可能嗎 現在要叫主耶穌來這裡問你洗腳 這不可能 但是 剛才把我們洗腳的人都 向主耶穌聖明給你洗腳 但是待會為我們洗腳的呢 就 奉主耶穌聖明為你洗腳 所以教一下 所以這裡有寫 有人接待我所請客的就是接待我 有人接待我所猜拳的就是接待我 有聖靈 有聖靈 我們教會才會聖聖人員 教會這些聖聖人員 主親的 或是說這個 信主信甲族的 天地基緣 譬如說信主信久的 這些弟兄姊妹 你都沒有聖靈 他們都有聖靈 有聖靈 你就是受拆拳了 有聖靈就是受拆拳 又教會的拆拳 又是教會的拆拳 所以奉主耶穌的名 給我們洗腳的神尊 所以奉主耶穌聖明 幫我們洗腳的時候 接受洗腳的 我們信受聖靈才兄弟子的 接受洗腳的 這些新受洗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先來感謝主耶穌 我們要內心感謝主耶穌 祂是代表主耶穌來替我洗腳的 祂是代表主耶穌來替我洗腳的 我兩個女兒都不知道 兩個女兒都不知道 媽媽沒有 所以媽媽就帶這些女兒 感謝 只有主耶穌 在替我洗腳的 媽媽就要為著兩個小孩感謝 好像主耶穌為我的小孩洗腳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 現在這邊請 翁傳道 翁傳道 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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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ity 彥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堂 独立 自身前前 挑起良力醉叶 天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堂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